定境的浅身 有四种差别 所以古人说 禅中无欲 欲中无禅 只要你心中还有欲望 你就进不了禅定了 这个禅定的浅身有四禅 我们先看第一个出禅 看看出禅的相貌 出禅 一名离生喜乐地 卫行者禅定出城 内心已离欲界五欲 而生起出禅之喜乐 此中行者身心凝然 变身毛孔气息 息皆出入 入无积聚 出无分散 心中有存觉 观二种粗细之心理活动 是名出禅 出禅 又叫做离生喜乐地 这个生指的是什么呢 离开了欲界的五欲叫做生 他远离了欲界五欲的需求 他身心出现什么呢 出现两种的感受喜跟乐 这个喜是比较粗重的 它是种粗重的快乐 这个越是比较威胁了 在为时学上说 这个喜跟乐就像一只鸟 一只鸟要飞到空中的时候 它震动它的翅膀 这个是比较粗重的动作 叫做喜 它在空中飞翔的时候 它的翅膀只要保持平衡就好 那个就是乐 就是刚开始从平等的感受 要生起快乐的时候 是先喜 喜是很粗重的 慢慢慢慢快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保持稳定的时候 叫做乐 比较精细 所以他这粗细 两种快乐都具足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禅定出城 这个人他到过欲界定 到位到地定 最后才达到出禅 他也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修行 他要修专注 要调服欲望 要减少饮食睡眠 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这个时候 他那个出禅成就以后 就不再需要前面的粗重的五欲了 一个人在修禅定的过程 他要勉强自己调服五欲 但是他得到禅定以后 自然不需要五欲 因为他有更好的东西 所以在阴地的时候他是调服 在果地的时候叫做脱落 他自然就不需要 所以他产生这种出禅很殊胜的喜乐 这个时候身心凝然 第一个他是寂静不动 第二个 他身体会产生变化 前面身心凝然 是指他的内心状态是寂静不动的 这一下讲他的色身变化 他的毛细孔开始自动地呼吸 他是怎么呼吸呢 若无积聚 初无分散 特别的顺畅 这个禅定人 在直观的书上说 他散乱的心慢慢地收回来 比方说 他注意呼吸或注意佛号 心与佛号专意安住 心与佛号相续安住 我们一般是心光外泄 心的能量是散乱的 今天攀缘这儿 明天攀缘那儿 他把那个心的能量 慢慢集中起来以后 变成一个强烈的水柱的时候 你的身体产生变化 第一个 最重要就是身体那个地水火风 风大升起了 你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气息 从丹田开始升起 然后慢慢慢慢周变身心 它会有一种很殊胜的气息 缠定的力量 那个气息改变就是一个征兆 所以一个人要得缠定 第一个先产生气 精气神的气 因为他的精神集中 所以他精力的能量加强 由精转成气 由气再提升为神 所以他的气开始升起的时候 这是缠定的最重要的征兆 他不需要靠鼻孔呼吸 他全身毛孔都开始呼吸 而且他的气息是周边身心 但是出缠也有缺点 他有绝观两种粗细的活动 这个绝观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绝观是怎么来 为什么缠定的喜乐当中又有绝观呢 因为他是从欲界慢慢爬上来 欲界有贪爱烦恼 缠定是进不去的 你整天打坐 你只要烦恼没有掉幅 你进不去缠定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所以他必须要修观 观身不静 观察我们色身是种种不静物 充满于身内 内向不静 然后长流出不止 如漏囊成分 利用九孔慢慢排出来 所以他慢慢慢慢观察 我们色身是不可爱乐的 这个时候 他对男女色身的爱曲 慢慢地掉幅了 慢慢地他那个波浪调下来了 这个时候 他才能由专注力 跟不静观两种加持力 从欲界而进入到缠定 所以 他这个觉观是帮助他脱离欲界 进入缠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助缘 当然 这个地方入了缠定以后 变成累赘了 他前面透过觉观的智慧 从欲界 把他带到出缠 但是他到缠定的时候 他这个觉观的波动 对他缠定的寂静 产生了干扰 我们到二缠就会说明